每天要來推動作頂農業觀光休憩 農會時就要在這星期日 還有禮拜來基盤作頂 八成節農業散業文化加領化的課程 結合到散業文化觀光 要來行銷作頂八成地這個特色 還有有機安全農業、手機塑膏 允許可以來參觀化學航空 來算開靈各家巴萊的DIY 理由看來出 可以在採索後 還有探索機會以目點點的體驗平定 後段在都市民眾驚入農產來發言農產的味道 為了推動作頂農業觀光休憩 農會時要基盤 理工理工作頂八成節加領化學棟 結合在地散業文化觀光 來營銷作頂八成地質的特色 農會理事長的年貿參表時 作頂台北農地都是青花園地質 手機所生產的水果有金石、木瓜、火龍果、迪順 是作頂最主要四大地產 我們做頂這個地質 這個含水量少 比較不肥分 但是現實我們這個技術 這個種族的這個技術很進步 所以我們生產有幾項 我們非常好 而且我們的糖分非常高 譬如說我們的金石、木瓜、火龍果、 碟筍、我們的芭蕾 以及我們的芭蕾、木瓜、火龍果 一年四季金石都有 這總共沒有這個芭蕾、火龍果 一年一季 白蕾節我們做正農會已經辦十八年以上 我們的成果封鎖 過去對我們的白蕾土這個部分的 生產 它的水果都會特別甜、特別好吃 除了行銷 都在三片以外 都會有這支發展 都會受限觀光 今年搖槍七國、美鳥 以及受限農場作的產物 也推出農村路有形成 能夠參觀整項 發展航空 火龍果、芭蕾、DIY 星空露營、理療管理出 新鮮收割拆植 一起探射企劃一幕上 體驗形成 結合我們的産業、文化、館工 來行銷我們製造我們白蕾土的地點 在鞍鑽、農業、秋季、蘇谷、種種的地方 讓我們製造這個白蕾土 所生產的一些這些素材、水果 把我們做一個行銷 搶我們這些業績 最後農圍也標示 昨天八千多 就要在10月17號至18號 在昨天驛行 現場除了有農地産品起雞 特別是一、二日有天陽行程 來由到底土地的民眾 可以走進农村 平常在地美鳥跟關上的特色景點 現在肖建偉昨天哭倉報得